夫君刚重生,就说要修了我另娶她表妹 婆母吓得甩她一巴掌,你表妹已经是宫里贵人 你说大逆不到的话是想害死我们吗 夫君懵了,她不知道,我比她早重生了四年 她表妹早被我送进宫了 上辈子,夫君偏爱表妹,千方百计害我性命 这辈子,我倒要看看,她有能耐害皇帝吗 哦,等她发现,她早就被我淹了,会更惊喜吧 我给婆母试集,顺便在婆母房中用早饭 用完饭,婆母催我回去休息 现在回去,岂不是要有我第一个发现夫君的尸首 我拉过婆母的手,不急,母亲夜间脚梁 我今天给母亲缝几双睡袜吧 婆母一个劲夸我孝顺,又感叹我夫君的不成气 我笑了笑,听到院外急匆匆的脚步声 我的笑更真切了几分 却不料,门外活蹦乱跳,跑进来的是夫君骆玉璋 我一惊,攥紧了手,仔细回想毒药可有差错 骆玉璋却只是轻飘飘看了我一眼 就跑到婆母面前说 娘,我终于知道了,婉婉表妹才是我真正的救命恩人 当年楚莹冒领了婉婉表妹的功劳 离见我和婉婉,使气才嫁了进来 现在我要休了楚莹,娶婉婉婉为妻 我一顿,只见婆母满脸亥然 猛地起身甩了骆玉璋一巴掌 娘,你生气也罢,我的决心不会变 不娶婉婉,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开心了 骆玉璋捂着脸,固执地说 婆母指着骆玉璋,气得浑身抖 而满屋子的下人,全都低着头 大气都不敢出 我赶紧走过去帮婆母拍背顺气 骆玉璋还是无知无觉 楚莹,要不是你离见我和婉婉 我根本不会看你一眼 你现在讨好我娘也没用 拾去点就去找婉婉道歉 婆母终于缓过气来 闭嘴 婆母瞪着骆玉璋,急得跺脚 逆子,苏婉已经进宫当了贵人 你现在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 什么 骆玉璋满脸不可置信 今年才是光起七年 婉婉明明还因为我没娶她 骆玉璋问 听到这,我确定 骆玉璋和我一样重生了 只不过,她比我晚重生了四年 我抄起花瓶 哐当一下砸骆玉璋脑袋上 骆玉璋晕晕倒过去 我趴在婆母膝上,颤抖啜气 婆母拍了拍我的手 对屋子里所有人说 少爷一时间发了一证 刚刚的事谁都不要乱说 下人们齐齐英事 毕竟,当众说要娶公妃 不娶就一辈子后悔 这要传出去 骆家几个脑袋都不够消的 婆母又看向地上的骆玉璋 面露心疼 我念如说 儿媳刚刚一时情急 夫君万一有个好歹 可怎么办 婆母叹气 虽心疼骆玉璋 却也只能说 她这孽障 多亏了你及时把她打晕 她环视一圈 还是叹气 阿盈 你亲自去喊门房请大夫 这房里的下人就别带着了 我连忙点头 知道婆母还要敲打下人一番 我出了婆母的怨门 脚步就慢下来 我打骆玉璋时有分寸 知道害不了她性命 但我可以慢点 让她多疼一会儿 我看见骆玉璋的贴身小丝 急匆匆跑来 我问怎么了 小丝一下子有了主心骨 少爷他 他一早醒来 突然念叨那位贵人的名字 然后问了我 今年是哪年哪月 就突然跑了 我拼命追 还是没追上 我沉下脸 此事非同小可 夫君院子里有哪些人看见了 我带着小丝回了院中 把所有听到骆玉璋 胡话的下人都聚拢 顺便收拾了我 谋杀他的痕迹 我带着大夫 回到婆母院子时 骆玉璋也正好悠悠转醒 他梦一般喊了一句晚晚 婆母猛地站起来 又打了他一巴掌 我冲过去 抓住婆母的手 母亲 夫君他受伤已经很疼了 娘亲还是先让大夫瞧瞧吧 表面一副爱极了骆玉璋的样子 但我眼中 全是讽刺 重生几年 我和骆玉璋的恩怨情仇 本该随着他昨夜的死而一了百了 没想到 这辈子的他死了 上辈子的他又重生到此 也好 上辈子他害我全家 让他轻轻死了 可不够解气 我和骆玉璋自幼定亲 我家图他祖上从龙之宫有庇护 他家图我家巨父 我原本并不介意 他有个狼情惬意的表妹 骆玉璋想养美人 多少个都养得起 只要他好好维持门眉 给我正妻的体面 让我家在生意场上 借着骆家门眉撑腰即可 毕竟 京中的权贵公子 像他这么纯好利用的 打着灯笼都难找 然而 骆玉璋他心悦苏婉 想让他当正妻 却又舍不得我家的钱财 在成婚之前 他和苏婉想了条毒计 让山匪掳走我 坏了我的明姐 等我自己没脸当正妻 他在大发慈悲 允许我带着巨额嫁妆 来给他做妾 我将计就计 打听到苏婉 以骆玉璋小时候的 救命恩人自居 于是我在山匪之乱中 设计苏婉丢下骆玉璋 自己逃跑 再拿出伪造的证据 让骆玉璋相信 他小时候的救命恩人 实际是我 骆玉璋和苏婉生了嫌隙 把他送到了尼姑庵 欢欢喜喜娶了我 婚后 我对骆玉璋没多少感情 他能同意破坏女子民杰的毒计 又能对以前深爱的苏婉 气质如碧喜 可见他无情无义又无德 所以我一直防备着他 但鸣枪一躲 蠢货难防 成婚三年后 骆玉璋又和苏婉就情复燃 看着苏婉受了三年清修的苦 骆玉璋决定英雄救美 承恶扬善 弄死我 霸占我的嫁妆 接手我的铺子庄子 续取苏婉为正妻 让苏婉父中孩子 有名正言顺的高贵出身 这时 骆家已经被我管成铁板 骆玉璋 苏婉 还有骆玉璋他娘三人 轮番对我算计使坏 都被我挡了回去 骆玉璋奈何不了我 突然发疯 当众大喊要造反 说了不少忤逆的话 还说我楚家一直给他钱财 是他造反的同谋 他打算靠着朱九卒 来和我楚家同归于尽 我楚家伤筋动骨 献出半富身家 才求得皇上彻查真相 保住满门老小性命 然而 骆玉璋却是铁了心要我死 毕竟 他此前就得了花柳病 本来就活不长了 在大喊要造反之前 他特意和染了疫病的灾民 同吃同住好几天 我们全家和骆玉璋 一同被关押时 被他传染了疫病 后来我楚家全家都病死 死后尸体全被焚烧殆尽 尸骨无存 带着滔天恨意 我重生到了和骆玉璋的新婚夜 试探过后 我发现重生的只有我 所以 我从那时就开始布局 整整四年 就在我做完一切报复 毒杀了骆玉璋这天 上辈子的他居然重生了过来 那正好 冤有头债有主 这回 我让他死得明白 我看着还茫然着的骆玉璋 大夫给骆玉璋包扎了脑上伤口 低声对婆母说 只是皮外伤 静养即可 只是 骆公子可不能再吃那些虎狼药了 心意要放宽些 他的脉相很快摸不到了 婆母脸色一暗 我立即背过身抹泪 用手帕遮住我翘起的唇角 大夫查不出骆玉璋中过致命的毒 重生了一年半后 我为骆玉璋那的妾 啰啰续续生下孩子 他也就没用了 所以 我让骆玉璋那里成了废物 骆玉璋当时急坏了 找了一个又一个美人寻刺激 又看了不少大夫 从刚开始 顾及名声偷偷摸摸吃虎狼药 到后来病急乱头医 四处打听偏方 如果骆玉璋此刻对他自己伤心些 就该仔细问问大夫的话什么意思 可惜 骆玉璋很忌讳别人点出他不行 一听就大发雷霆 甚至发狂打死过一个侍妾 所以 大夫只敢隐晦提醒 连婆母也不敢出骆玉璋这方面的眉头 只会私下让我管管他 骆玉璋迫不及待 挥挥手赶走大夫 出去 滚出去 娘 我有话问你 太医都没关上门 骆玉璋就问 娘 婉婉表妹 我捂住嘴 夫君 你慎言 不可知乎贵人的闺名 骆玉璋英智盯着我 楚莹 你这个蛇蝎毒妇 你还敢 他 婆母又甩了骆玉璋一巴掌 骆玉璋瞪大眼睛问 娘 你今天为什么总打我 我快步走到门口看了看 对婆母摇摇头 是一枚人 婆母这才训斥道 骆玉璋 你平日丢进洛夫脸面 我都认了 但是 那苏婉已经入了宫 你心里再不舍 也只能放下 你想让娘也陪你掉脑袋吗 骆玉璋猛地直起身 入宫 晚晚他 他明明在等我的 他说过一辈子都等着我 我还没机会对他好 怎么会变成这样 娘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心中好笑 骆玉璋刚不举时 我安插的小丝 给他支了个招 让他多看谈各色美人 说不定会有反应 骆玉璋听进去了 他逛遍秦楼储管 我时不时给他点解药 让他好一阵坏一阵 他还以为看美人有效 越发和花魁们打得火热 我趁这时间 让苏婉回了骆驾 让苏婉亲眼看着骆玉璋 对多少个美人说过 相似的甜言蜜语 苏婉伤了心 又得知骆玉璋不举了 权衡力毙后 他发现自己入了皇帝的眼 就果断入宫了 宅斗都搞不定的人去攻斗 哎 一入宫门深似海啊 婆母掐了我一把 示意我来解释 我假意说 夫君 婉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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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玉璋瞪着我 肯定是你这个毒妇 成婚前你就能算计我们 这次晚晚没等我 肯定也是你算计 楚盈 你也重生了 你重生后 都做了什么 骆玉璋挣扎着下了床 娘 我是重生来的 你听我说 楚盈这毒妇 会害了我们全家 我一把搂住婆母 畏畏缩缩倒 重生 这不是那片了 夫君三千两斤的道士 写的话本小说吗 婆母 夫君是不是为了支不举 疯了 骆玉璋还在让婆母警惕我 婆母浑身一哆嗦 跌跌撞撞往外跑 阿盈 你说话也不能这么直接吧 快来人啊 没重生前的骆玉璋 一听别人说她不举 就会发狂打人 我也紧跟在婆母身后 走到门边 趁婆母吩咐小丝 我回头 对骆玉璋说 无论苏婉如何 骆玉璋 你这辈子已经成了天烟 好好感受我给你的惊喜吧 小丝迅速叫门锁上 拿着大棒站在门口 看着婆母满脸菜色 我喃喃自语 夫君今日怎么又摸着了 门内 骆玉璋一声高昂的尖叫 阿斗 阿盈 原以为你稳重 没想到你一说话 又接了玉璋伤口 害得我也要躲出来 还有 玉璋刚才说你 正在这时 门内传来花瓶落地的脆响 婆母脸色一变 我的磁周率又平啊 我讽刺一笑 夫君如今在婆母的房间里 摔的都是婆母的东西 这几年 我刻意好吃好喝 捧着婆母 落家以前虽然有地位 却没什么钱财 日子只是表面风光 是我来了 才让婆母真正享受到富贵生活 都说有减入奢益 由摄入简难 屋里不断传来摔大的声音 婆母脸都皱起来了 不停跺脚 我轻声说 母亲 夫君这次脾气比以往更坏 要是他只是摔泻东西 便是把整个屋子都砸了 把整座府底都砸了 大不了我们一家 陪他过清贫日子 但是 他要再说那大逆不道的话 那可要连累全家都砍头啊 在我说过清贫日子时 婆母就连连叹气了 他一咬牙 玉璋糊涂了 得把他关起来 免得他再说话 被人听了去 盈儿 你可不能心乱 两个武艺高强的小丝 举着棉被 冲了进去 骆玉璋大叫 放肆 你们放开我 很快 骆玉璋的声音消失 我趁婆母心疼地 看着满地狼及时 把手帕 伸进婆母养的黎奴 平日排泄的地方抹了抹 然后一把塞进 骆玉璋的嘴里 骆玉璋偶的眼泪 都出来了 狠狠盯着我 他双手双腿 都被小丝捆了起来 如今像砧板上的鱼一样 只能拧动身体 根本翻不出浪花 我摇摇头 夫君 早知道我就不去买那什么琉璃 那倒是也不会逮到机会骗你 婆母倾咳一声 几天前 我听说登州港即将有海运船 带回一船珍贵物事 因此决定去给婆母购置一件受礼 出发前 我请婆母照看骆玉璋 婆母满口答应 然后 我刚离京 婆母最爱的戏班子 便要上一出他无法拒绝的新戏 婆母忙着听戏 让假道士钻了空子 骗洛玉璋 我想的是 洛玉璋因为假道士的丹药死了 也绝不能插到我头上 婆母怕洛家族人说 她丹云享乐 疏忽了看管洛玉璋 定不敢报官查假道士 心怀鬼胎的人 天然一同站在粉饰太平的立场上 袍根问底反而会暴露他们自身 所以 光用富贵迷婆母的眼不够 我要让她将自己认诚 害死洛玉璋的同谋 婆母叹了口气 玉璋 洛家上上下下 你的十几个孩子 她只和我有两个孩子 后来苏婉怀了一个 但没出生 婆母撇过脸 来人 把少爷带回房关押 只是关在房间可不够 洛玉璋只有死了才会安分 我对洛玉璋挑衅一笑 我戳戳叹叹对婆母说 娘 几天后就是晚娘娘的生辰 想必夫君也是因此才突然发疯 我想 把我这几年做皇上积累的功劳 到皇后娘娘内求恩典 让晚娘娘能出宫一次 不行 婆母大惊失色 绝对不行 重生后 我面子功夫一向做得极好 府离府外 尽人皆知 哪怕洛玉璋不举 我也像中了迷魂药一样爱她 如今 婆母生怕我真的不顾一切创造机会 让洛玉璋和苏婉再次相见 所以 她特意下令不准我去探望洛玉璋 为此特意把洛玉璋从舒适的院子 转移到祠堂的偏房关押 晚上 我提着一壶药 来到祠堂 洛玉璋一见我就如动身躯 上辈子 为了阻止疫病蔓延 所有病死的人都要火化 当时我阿娘还没完全断气 火一烧 她疼得坐起来 比洛玉璋更无助 更痛苦地挣扎 所以 我直接把一种狐药都灌进洛玉璋嘴里 她嗓子立刻起了许多血泡 洛玉璋不停干呕 颈侧青筋都挣了出来 却只发出嘶哑的声音 太哑了 我不会再给她说话的机会 我怕她再发疯 怕这种人 走到绝境就不管不顾 拉所有人下地狱 所以 直接让她死了我才最安全 就算暂时不死 也要让她嘴说不得 只能承受一切 却不能发泄 不能抵抗 我是特意做出深情的样子 让婆母把洛玉璋关到祠堂来 祠堂的偏院平日没人 意外有一窝毒椅 再次安了我 我给洛玉璋灌了 混着蜜糖的椅毒水 现在已经有蚂蚁往她身上爬了 看着蚂蚁 我说 洛玉璋 苏晚是我故意送进宫的 她真心爱过你 现在她孤零零进了宫 做了最底层的贵人 没有家世 没有宠爱 人人可泣 去年冬天 滴水成冰 她被罚用冷水洗衣上 可真是惨 洛玉璋手都握紧了 举着手想打我 我也不客气 抓起一根木棒 狠狠一敲 洛玉璋疼得跌倒在地 我微笑 你跪下来磕头忏悔 我就告诉你 苏婉是怎么入宫的 真相一定扎心 可洛玉璋陡然重生 什么都不知道 除了痛苦去扎心地听 她没得选择 她歪歪扭扭跪下 我从袖里掏出两个灵牌 洛玉璋面上 闪过一抹疑惑 灵牌上 是我上辈子 两个孩子的名字 一川 西枝 重生后 我能救下所有 因为洛玉璋而亡死的人 除了我的两个孩子 洛玉璋一下一下磕着头 我在心里说 一川 西枝 你们父亲亏欠你们的 我会让他用命偿还 你们安心投胎去吧 洛玉璋或许也心有愧疚 跪拜了很久很久 许久之后 我解开他手腕 他拿起纸笔 写下 银儿 以前是我错了 可你不该不给婉婉活路 如果你 我可不愿意听他的屁话 我一把扯掉他的笔 洛玉璋 我下要让你变成天烟 你已经不是男人了 苏婉也进了宫 此生和你再没有任何可能 他的确一直在尼古安等你 可我给你安排些花魁小妾 你就没空管他 所以他一伤心 主动入了宫 哦 他也知道你不局 你不光失去了他的爱 在他面前还情分面子 都丢了干净 洛玉璋不敢置信地 查看下身 没了笔 他手指沾着喉咙里的血泡 在纸上一会儿写我毒妇 一会儿写完完 一会儿又问天烟的事 坏消息太多 他忙不过来 血水都不太够用 我微笑 在你重生之前 你已经用了很多方法治疗布局 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你不行 洛玉璋越发激动 我不得不用棍棒帮他冷静 刚重生那会儿 他就算听说自己布局 心里也还觉得能治 而现在 我粉碎了他的一切希望 让他真正体验如遭雷击 他痛哭流涕 用手指写字骂我 我继续说 你的名声也烂透了 刚成婚就抢娶几十个妾 日日上青楼 太过荒唐 史官都写了史书骂你 后来又变成天烟 为了治病吃癞蛤蟆和精致治疗 成了一个人人吃笑的废物 对 这些史官也详细记了 史官刚正 不好贿赂 所以我帮他那个嫁给 复兴汉的女儿重获新生 却执迷不悟 始终吃脸洛玉璋 这才让史官气不过 即使时极力讽刺洛玉璋 我又秘密找人 写了很多话本子 编排洛玉璋治病的方法 反正 洛玉璋死前死后 都会有无数人知道 他吃屎 我看着洛玉璋 苍白着脸抠嗓子 嘲讽 洛玉璋 如今你也算史书留名了 洛玉璋以前也曾功名有望 上辈子 我从成婚前就想着 婚后我会用心打点后宅 结交命妇贵女 祝洛玉璋平不清云 毕竟 他走得越高 我们楚家的避印也就越大 哪怕是后来 他想算计我的清白名声 我成婚后 也还是顾全大局的 做了我该做的 着实让他过了一阵 春风得意的日子 这辈子 我还记得 前世一招登科的寒门举子 干脆提前结交了他们 又靠着先知 得了皇后娘娘的倚重 我的助力越来越多 不再只有攀附 洛玉璋一条出路 他却只剩下 对我利用这唯一价值 从前旁人会说 我楚家高攀他 四年来 形势逆转 人人都说洛玉璋拖累了我 我怜悯地 看着狼狈的洛玉璋 你今日重生时 一定觉得 重生了 肯定能把我踩在脚底下 你可真蠢 我比你早重生了整整四年 我对你做了一切报复 你爱的人 你的名声 你的身体 全被我毁了 甚至 如果不是我下毒杀了你 上辈子的你 也不会重生到这里 洛玉璋颤颤巍巍指着我 一副想杀了我的表情 我冷笑 这样也好 让你亲眼看看我的报复 洛玉璋还想说什么 几只蚂蚁 已经顺着蜜汤 爬到了他嘴边 洛玉璋惊恐瞪眼 上辈子 洛玉璋故意传染 给我们的疫病 发作起来全身起疹 臊痒养难耐 挠出血都无法止痒 患者会无知无觉 抓破全身 凡是沾染疹子 农业的地方 又会诱发更多疹子 比天花都难治 所以 重生之后 我翻了很多书籍 才找到有此种咬了人 会让人臊痒难耐 伤口生疮的毒瘾 我畅快地说 这窗口很熟悉吧 等你死后 会有大夫说 你感染了疫病 把你的尸体焚烧干净 尸骨无存 以后你十几个儿子 想给你上坟 都没地方上 你让洛家丢尽脸面 洛家也不会有人 愿意利益观众祭拜你 洛玉璋喉咙里 发出啊啊的声音 难看地挣扎着 这就受不了了 身与名俱灭 这是你上辈子 亲手挑选的结局啊 我俯身 握紧了手中棍棒 前车之剑 我不会让你活太久 我砸断了洛玉璋的手腕 他再也不能提笔写字了 其实有点遗憾 我还挺想看看 他得知我做的所有事后 会说些什么 但是 他若还能向外传递消息 我就该担惊受怕 夜夜不得安眠了 我又往洛玉璋身上 泼了些蜜水 这才实实然离开 第二日 我一早又去找婆母求情 婆母 夫君一天没吃饭了 想必这次已经冷静下来 绝不会再说些 冲撞宫中的胡话了 婆母就放他出来吧 婆母盯着桌上的青粥小菜 揉着脑门 不行不行 盈儿 你回去吧 她又吩咐下人 都盯紧了 绝不要让少夫人和小少爷们 靠近祠堂一步 我只能一步三回头走了 听见婆母吩咐下人 重新上些山珍海味 我是个孝顺儿媳 每日看见婆母 都会规劝她饮食清淡 少饮少食 夏日不能吃凉 冬日不能吃辣 如此这般 放着美味却不给她吃 她想要享乐 就必须放弃 给我历程婚定什么的规矩 我微微一笑 回到院中 装出一副伤神的样子 没多时 我的归中密友 那位史官的女儿范荣月 带着一帮小姐妹 找上门来了 范荣月的夫君和小妾 买通了吻婆 要让范荣月难产而死 我救下她 又帮她 惩治了渣男恶女 她便觉得和我同病相连 她没在二甲 跟着我开铺子 如今外界都知 前几日骆玉章趁我不在 豪志千金买了丹药 今日本来该算铺子分红 我却说有事不出门 她自然就担心我 带着众多姐妹来看我 范荣月劝我 尹姐姐 骆玉章不举 也应该算她犯了七出之罪 你和她合理吧 我摇摇头 夫君痴旦要说胡话 婆母关了她整整一天一夜 我真担心她饿坏肚子 范荣月着急地说 你怎么就不能清醒一点 正在这时 祠堂那边传来婆母一声尖叫 我当即跑出门 夫君出事了 范荣月一群人急忙跟上我 我抿了抿嘴角 有点期待之后 市面上会出什么画本子 这两年 民间编排骆玉章的话 本子很失畅销 都不用我再花钱请托来写了 就连入京赶考的举子 越能做出讽刺骆玉章的尖锐诗句 绑下桌续时 便越能得到京中贵女们青睐 所以 有的是愿意踩着她求名求利的人 据我所知 跟着荣月来看我的几个姐妹里 就有人写过几本画本子 婆母想以家世为由 让她们主动别看热闹 几位姐妹却都装听不懂 一致站在我身后 我眼里只有骆玉章 婆母站在我面前 眼睛都快抽风了 我也只是大吼一声 夫君 你 你好惨啊 我真心疼 骆玉章浑身起了不少水泡 浑身爬满蚂蚁 小丝们如何清理 都清理不干净 只能一盆水泼上去 骆玉章狼狈 却又说不出话 这时 在场的人也逐渐拼凑出一个真相 骆玉章平日里就到处藏丹药 她在祠堂里用一罐蜂蜜 藏了一颗丹药 昨晚她打翻了蜜罐 误引来蚂蚁 遭了殃 婆母叹息 作孽呀 她看着我 到底是她儿子 还是会心疼 我脸眸 要是夫君住她自个院子里 就不会受苦了 谁能撂到祠堂僻静 居然生了蚂蚁 婆母一下子闭了嘴 论下来 是她把她儿子关到了祠堂 这次 大夫诊之后 为难道 少爷喉咙也被蚂蚁咬伤 这一剧毒 她以后怕是 怕是不能再说话了 婆母惊讶了一顺 随即反倒是 露出一个放松的笑容 骆玉章一直盯着婆母 见状 她情绪激动的压压喊起来 我扶着骆玉章 低声说 你母亲都放弃你了 我送走大夫 又把看够乐子的 荣岳一行人送走 婆母声音里止不住的喜意 事已至此 玉章不会说话 也是天意 迎儿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好好照顾她就是 我应了一声 我把骆玉章带回房 居高临下看着她 等死的滋味如何 陆续有妾室来看骆玉章 但没人敢照顾她 毕竟 她自从彻底不行后 脾气就暴躁得很 骆玉章这回 倒是看见了她的十几个孩子 她眼睛里又爆发出光彩 我嘲讽 这些孩子长大了 只会叫我母亲 感谢我给他们吃穿 还会嫌弃你 行为荒唐 连累他们受苦 对了 前几日我说 我家旁只想过寄两个孩子 你的妾们都来找我 都恨不得让孩子脱离你的姓氏 脱离你这个爹呢 你有无数血脉又如何 没人认你 没人祭拜你 照样绝后 骆玉章说不了话 写不了字 只能拿眼睛瞪我 我哈哈大笑 门外 我的两个孩子说 母亲 我们回来了 我拉开门啊 从外祖家回来了 玩得开心吗 两个儿子搂着我的腰 娘 本来开心的 但听说爹又闹事了 无妨 骆玉章忽然扭动着身体 跌下床来 我安抚了两个孩子 亲自过去扶他 对 两个孩子不是和你生的 我庆幸重生在了刚成婚那天 我恨骆玉章入骨 无法忍受和他远访 也绝不愿意为他生儿育女 况且 我恐惧他欲是极端 穷凶极恶的性子 老话说 龙生龙凤生凤 我怕即便我细心教导 孩子还是天然 和骆玉章相似 所以 骆玉章混迹青楼储管的时候 我精心挑选了人选 然后有了孩子 很奇怪 他明明已经有了不少孩子 刚重生的时候 也坚决要休掉我 现在得知 两个孩子并非亲生 却还是恼羞成怒 气性可真大 我笑了笑 丝横 凌云 你们的爹就快死了 两个孩子刚满三岁 却已经很懂事 娘 以前您受苦了 以后 没有爹 您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娘 爹活着眼泪坠 骆玉章早就成了 所有人的负担拖累 骆玉章激动地喊着什么 我安抚他 别急 你死了 我立刻让苏婉给你陪葬 骆玉章 眼神恨不得生吞了我 我把两个孩子 认字的签字文扔给他 他举起红肿流浓的手指 疼得字牙咧嘴 却还是咬牙翻着签字文 我看着他手指点的字 毒妇 不准害婉婉 我轻笑 我不是圣人 我体谅苏婉一个孤女 只能依附骆玉章 所以 上辈子婚前 我约他见面 郑重承诺 如果他想做主母 会帮他责粮婿 给嫁妆 他说 不愿嫁旁人 于是我提前准备了 要赠给他傍身的铺子桩子 只等我成亲后 他行纳妾礼的时候 给他 他却想出 毁掉我清白的毒计 半点活路都不给我 后来 他和骆玉章在续前缘后 还想着买通吻婆 趁我生产时害死我 我记得那吻婆是谁 今生想处置他 才发现 他正在为荣岳接生 这才让我救了荣岳移民 这一次 我把苏婉送进了宫 宫里争宠远比后宅残酷 不过 当今皇后宽容 他在宫中 不说大富大贵 只要安分手挤 总归也能过主子生活 可是 去年宫宴 他故意把酒水洒在我身上 准备让我换衣食 给我安个和宫里侍卫私通的罪名 他恨我不全力托取他争宠 恨我只给我自己争告命 也怕我说出他入宫前 和骆玉章有私情 我看着骆玉章 苏婉很早就想杀你了 你死了 他只会高兴 没人知道他的以前了 你没不举的时候 也没见你 为他守身如玉 现在知道没活路 又开始申请给谁看 骆玉章的乙毒病越来越重 他只能苟延残喘 直到苏婉生辰那天 这些天 关于他的话本子又变多了 那日跟着荣越来看我的姐妹中 有一位是才女 给画本子 配了十几张骆玉章被蚂蚁咬的图 十分活灵活现 带图的话本一问世就卖爆了 我特意买了几本给骆玉章看 他气得肺都要炸了 婆母也看到了画本 扫得他好几日不愿出门 偷偷摸摸上离园 还意外受惊摔断了腿 我向皇后求了恩典 让他允许苏婉出宫探望婆母 婆母又怕又气 又不敢违逆皇后娘娘 我一如既往申请 婆母 我不能让夫君遗憾致死 但是 别让婉贵人知道夫君的情况 怕他幽思 露出马脚 婆母点头 显然 他一直知道 骆玉章和苏婉婚前有苟且 我微微一笑 让人把出气多进气 少得骆玉章抬了出来 他缩着脖子 努力想遮住浑身的窗包 但苏婉还是吓得花容失色 他甚至转身轻搂了一下 见到苏婉的反应 骆玉章落下眼泪 然后 他不顾宫女太监跟着 只勾勾看着苏婉 用口型 喊着苏婉的名字 婆母拼命咳嗽 苏婉坐立难安 骆玉章始终不肯收敛 我故意酸溜溜低声说 夫君前几日神志不清醒 就一直喊你的名字 没想到 今天也还是如此 苏婉更僵硬了 我不知道 骆玉章是死前情男自今 才疯狂示爱 还是又和上辈子一样 没有希望了 就拉一个人陪他下地狱 反正 苏婉先了结了他 我说婆母一直在咳嗽 担心婆母 要亲自护送婆母回房休息 婆母一直掐我 盈儿 你魔正了 怎么能让他们单独见面 婆母怕太监宫女 听出端倪 不敢大声 我充耳不闻 等安顿好婆母 回到前厅 苏婉惊恐地站在一边 刚刚骆玉章突然跌倒 死了 是你杀人 我坚决要求报官 苏婉不知道 皇后娘娘还给了我一个恩典 她听说 我恨不得也抓蚂蚁来咬我 也中毒来以身试药 所以安排宫中太医们 对骆玉章会诊 就在苏婉的马车 到洛府前一刻 太医刚走 太医当时说 骆玉章已经没办法动弹 他吃过的丹药太多 中毒太杂太深 所以 骆玉章怎么可能自己跌下轮椅 苏婉变无可变 况且 我请了五座验尸 骆玉章是憋气而死 他口鼻中残存的香粉 只有苏婉帕子上有 那年苏婉在尼姑安 偶然学到一项独门调香手艺 皇帝很喜欢他调的香 故而 他不肯江香送人 调香熏香 都要前走所有下人 悄悄完成 苏婉被软禁 骆玉章还未下葬 又终允王言辞上奏说 骆玉章的伤口 有些像他初始谭州时 发现的十一症状 而骗了骆玉章的道士 便是谭州口音 上一世 谭州水患 过后医病横生 最终骆玉章 故意引医病者进入京城 让许多百姓遭了难 这一事 我提前算计了 贪莫助低款 后来又贪污赈灾款的 谭州支付 并且额外捐了些银子 让谭州等地的泄洪堤坝 能够如约建成 尽管今年雨水更大 但有堤坝 水患不成气候 医病也只是小范围爆发 而我早就请大夫 配置出克制的药 又终允王言辞 便是我曾搭过县的 寒门学子之一 我保住了他的家乡谭州 又送了他 及时止住疫病的攻击 他很愿意以防疫为由 上奏要求火烧 骆玉章的尸体 得益于采女化的 那几幅骆玉章 皮肤溃疡的图 陛下准奏 皇后说 我一直对骆玉章 深情不复 所以陛下 还特意自我一些 内裤珍宝安抚我 赏赐很是丰厚 因为又终于说 我们所有和骆玉章 接触过的人 也需要幽居在家 观察十几日 看会不会发病 所以 我 婆母 骆玉章的所有孩子 甚至骆家所有族人 都不能去见骆玉章最后一面 正如我所说 骆玉章会化成灰烬 只留骂名 婆母消沉了好几天 又来拉拢我 她的亲儿子死了 她只能仰仗我的鼻息生活了 我却陡然变了态度 一边控诉婆母不辞 一边状告骆玉章和苏婉 婚前私通 联系山匪 算计我清白 我写了血书 字字气血 说无法相信深爱的夫君 婚前竟然有歹毒心思 哪怕她已经死了 也请求赐我和离 证据吗 当然是我收拾王夫遗物时 发现了她和苏婉的情书 她为苏婉画得像 他们和山匪联络的信物 和骆玉章有关的事 向来引人注意 如此多人知道 婉贵人不忠 天子震怒 彻查之下 很快找到当年逃走的一名山匪 指证了苏婉 苏婉被刺死 因她也和骆玉章接触过 甚至接触过骆玉章的窗口 又终允禁止尽责上奏 说为了防疫 苏婉也该被火化 皇帝允了 皇后刚嫁给她当太子妃时 也有人试图算计她失真 没有哪个女子 不厌恶这般算计 我得知苏婉也化作焦黑枯骨 这才笑出来 毕竟我重生了 骆玉章被我毒死后 也重生了 难保也涉及这段 爱恨情仇的苏婉 不会重生 所以我大费周章 让她死透透的 重生也什么都做不了 皇后心疼我 特赐我何离脱离骆驾 婆母情急之下中风了 她本就摔断了腿 但边身子不爽力 如今更是半身不随 吃饭出宫都要人搭手 然而 没了我锦衣玉食的供养 骆驾那点家底 根本不够她吃药 我这时大意凛然地说 仍会照顾婆母和骆玉章的妾室孩子 实则 我是去告诉婆母 婆母 谢谢你特意把骆玉章放进祠堂 她终于知道了我的真面目 当晚 婆母点火烧了骆家祠堂 连同她自己 一起焚烧干净 连同我翻修骆家宅子时 制作的一道随意进出 祠堂的木门机关 彻底毁尸灭迹 此后今年 我独自抚养丝衡和凌云 他们俩都争气 渐渐在没人提起 他们的爹是骆玉章 我一直做着皇商生意 有钱是经验 我倒也占助了一些先机 赚来的多半钱 我都捐去修水利公事 或是买草药赠给穷苦人 骆玉章的孩子们 按他们个人的天资 我供他们苦读圣贤书 或是学门手艺 不太热络 也不结仇 骆玉章的妾室们 我做主允许他们再嫁 也可跟着我弄生 我和离后 和荣岳越发交好 我们看到被辜负的女子 就窜多他们和离 再不济 也要看穿夫君的人品 不要再痴心受骗 到我年老时 还有不少人邀请我去 年轻男女相看的春日宴 重酒宴上 为女孩们长眼 我活到了九十 瘦数极长 闭眼时 我仿佛听见有人说 楚营拯救了万千灾民 不枉让她预知了后事 我恍惚记起 骆玉章害我们楚家 悉数染病后 我爹娘都站出来说 要自愿施药 我们把囤积的药材 全都捐赠出来 最后要使网效 我们一家将所有银钱捐出 请求官府继续一致一鸣 也主动请求在我们死后 焚烧遗体 阻断传播 庄周梦叠 叠梦庄 重生 预知 无妨 我这一世 活得足够爽快了 全文完